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開始吹的是偏南風 所以全台各地這個溫暖的水氣上來之後 都是偏溫暖偏熱的 西半部的高溫可以來到34度左右 不過要注意到這個午後熱對流 可能會造成的午後雷震雨 這樣的天氣形態可能會持續到月底 但是今天晚上開始水氣就增加了 可以看到白天還是有零零星星的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降雨的範圍整個都擴大囉 小丁您帶您來看到 其實接下來的天氣 今天西半部的高溫可以來到34度以上 不過週六就是明天開始水氣會增加 全台都轉為有雨囉 而這種白天暖熱午後雷雨的情況 可能會持續未來一週的時間 帶您看到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接用台北新北 今天都是多雲的天氣 另外桃竹苗地區呢 今天的高溫可以來到31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南投 今天都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雲林嘉義台南 今天的高溫也有31度 高雄屏東今天的高溫可以來到33度 而東半部地區花蓮跟台東 還是有降雨的機率 再來看到外島的部分 馬祖是多雲 金門市情是多雲的好天氣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ll see you next time